我目前正在演工人 长心店 汽车 车辆厂 一个扳道岔的工人 这个就是吧 去提 这是我演手钢的炉前工 这个是叫山海蓝图 这个炼钢工人 我还炸过钢 炸钢更危险 一个钢条出来 自拉呀出来 它没有规律啊 你得拿一个大钳头 啪去夹住它 五五一捋 还得有劲儿捋出来 送到那个炸钢机的入口 就卡进去 你稍微哪一不对 刷汗你那脚就没了 太行 说点安全的吧 我听都吓死了 就稍微比如说 咱舒服一点的职业有没有 稍微就是不一定舒服吧 就相对于有点安全性点 就是医生啊 医生我是真是当过医生 把我送到协和医院去学习 连学习带工作 在协和医院干过三年 什么都干 连接生我都干过 接生您都干过 对对对 当过医生啊 有没有在这个演出馆当中 给一些演员看过病啊 茶馆 第一次走出国门 到了法国巴黎 下午刚吃过中午饭 林连坤 我的老师 特别特别棒一个演员 他在里边是主要角色 就尿路结石 疼啊 腰不着疼啊疼的 倒大的汗珠往下滚 站到我们车上 大巴车上就蹦就跳 看急诊 法国医院跟中国医院不一样 你进来我就不让你出去 我必须认为你安全了 才能让你出 那要是这样的话 我们那个演出 肯定就得取消 耽误演出了 我就只能说 我说我来试试吧 其实我也没有把握 我就给他按摩 肘啊手啊 在肾书 这个主要穴位上 按摩 哎 好了 因为他这个节石 他叫砍顿 越疼 肌肉越紧张 越紧张越下不去 在没法一路演出下去 但是李老师啊 现代戏啊 什么的能体验 就这个 你说这怎么体验呀 我看到一张 武装戏 武装戏的剧照 这是魏魏征 对 《五妹娘传奇》 那就像这严古代人物 这没法体验生活呀 你看这个 它是文人 你自己就得有文学底子 你比如这个唐朝 我们那会儿演过 仁义演过一个戏 就叫武则天 上官往儿在里边 读了一个陶武后习文 有老师给我讲 我还把它背下来了 唯 临朝武士者姓非和顺 帝时寒威 戏从太宗下沉 曾以更衣入世 几乎晚节 会乱春宫 潜移先帝之思 阴土后仿之处 长得很长 太棒了 这真的是姓水家 对 我对您还有一个角色 印象特别深的 就是媳妇的美好时代里面 演那个海青的爸爸 他对女儿那种的 关爱和寻寻善幼 告诉他怎么在婆家 跟婆婆 还有小姑子去相处 我就觉得 真像我爸跟我说的话 都特别亲切 这些都是目表戏 它没有剧本 咱们仨凑在一块 导演给一提高 没有具体的词 都是现场上来就拍 你想起什么 你就说什么 这个真是考验 演员的生活 孩子在那边受了苦了 回到家里来 对 这个当爹的 怎么去开导他 这个爸爸真的是 给海青正剪那个纸在那 我说这爸爸太好了 而且这也得李老师 这个胸有成竹 对吧 没有台本 对吧 急性发挥 你这心里得有数 照我来 不行 再来 来 咱再剪一回 手指头都剪没了 我还说不出来 手指头都剪没了 我刚看还有一张 李老师好像是警察的 这个照片 我刚看那边 这是剧照吗 还是 这就是剧照 这都是剧照 这个 好像是监狱的 这个预警一样的 这监狱 这是一米荧光 一个电影 那是段一红 警察我从片警 户籍警 片这跟户籍警 还不一样 治安警 管治安的 刑警 各个层面的 各个警种的 还有那个跨界 还演了这个预警 就刚才说这个 我看来的 啊 by bwd6